和柳如烟结婚五年 她始终恨我入骨 她包养了一个又一个小鲜肉 纵容他们到我面前耀武扬威 她不惜怀了情人的孩子 只为纪念死去的白月光 她说 你害死了她 这都是你的报应 后来 她哭着跟我道歉 恳求我和她重新开始 可是太迟了 我已经要死了 拿到癌症诊断书的那天 刚好是高中同学聚会 我给柳如烟打了好几个电话 想问问她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她一个都没接 回应我的 只有微信里的三个字 别烦我 一人到了吃饭的地儿 大家都打去 你家如烟当了总裁 忙到连同学聚会都不来了呀 哈哈 该不会是看不上 我们这群混的一般的老同学了 别平嘴哈 如烟最实念旧 这些年每年都要给顾琛 说话的人忽然住了嘴 有些歉意地看向我 不好意思啊 周泽 我抢言欢笑 没关系 同学们赶紧你一句我一句地 岔开了话题 自从顾琛死后 柳如烟每年都会腾出半个月的时间 飞回顾琛老家给她扫墓 甚至连顾琛的爸妈 一直都是柳如烟在负责给阳王 她才不管我怎么想 更不理会她爸妈的阻拦 大张旗鼓 一意孤行 以至于所有人都知晓 即便初恋已经死了 即便柳如烟嫁给我 可她心里 永远都有那个人的一席之地 我抿了口茶 强迫自己不再想这件事 这时包间门开了 一身香奈儿套装 妆容精致的柳如烟 湿湿然地走了进来 她嘴角带笑 看上去心情很好 我心中一动 包厢内的人都喊了起来 柳总 我们都以为你不来了呢 哇 班花还是那么年轻漂亮呀 快快快 你没来你家周则笑都不笑一个 饭也吃不下 只是 柳如烟身后还跟着一个年轻的男人 我呼吸一致 她的脸 和早已死了的顾琛有七八分相似 不好意思啊各位 我来晚了 柳如烟坐在我旁边的空位上 很自然地叫服务员加把椅子 介绍一下 宋如成 严谨 逆该 宋如成表情羞涩 略有些拘谨地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 众人尴尬极了 没人回应 都只是悄悄地看我 毕竟信送的这张脸 实在和顾琛太像了 再加上这些年 柳如烟对顾琛念念不忘 大家不往那方面想都不行 柳如烟恍若未决 帮旁边的人拿筷子 拿餐具 语气轻逆 这里都是我老同学 你不用紧张 嗯 从头到尾他都没有看我一眼 好像我是个陌生人 我如耿在喉 平日里他在家对我各种冷暴力就算了 今天竟然敢把外头的男人 直接带到同学聚会上 他就是存心要让我难堪 胃突然开始脚痛 喉间有什么东西上涌 我猛地起身 不好意思各位 我去一下卫生间 周泽 你脸色怎么这么白 没事吧 班长关切地询问 我看向身旁的柳如烟 他正跟宋如成小声地说话 眼神都没给我一个 我摆摆手 快步地走了出去 我在厕所吐了个天昏地暗 胃部的疼痛愈来愈强烈 然后是我一个大男人 也忍不住冒冷汗 身后什么时候站了个人都不知道 一 谁啊 好恶心 我转头 宋如成神情嚣张地看着我 跟刚刚包间里畏畏缩缩的样子 盼若两人 我没理他 竖了竖口准备出去 他挡住我 晃着手腕上的劳力士冲我道 这是小燕姐送我的生日礼物 哥哥有吗 不会吧 不会吧 哥哥不会连姐姐的礼物都没收到过吧 呵 好第一集 我面无表情 你是第几个到我面前 要我扬威的小三 我不记得了 但是呢 你绝对是最肤浅的那一个 宋如成变了脸色 随即他哽着脖子对我嚷嚷 哼 你就嘴硬吧 小燕姐说最喜欢的就是我 他甚至愿意把我带到你们的同学聚会 这还不能说明什么吗 我看着他那张脸 点头附和 对 你的确还是不一样的 你放心 你很快就能上位了 我祝你们百年好和 我的大度让宋如成愣住了 回到包厢的时候 柳如烟正在包虾 宋如成紧跟在我身后 柳如烟把包好的虾放进他碗里 趁热吃 都快凉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要回来 或许只是自己的那一点可笑的不甘心 和自尊心作祟 或许是想在离婚前 看看柳如烟到底还能对我羞辱到什么程度 柳如烟毫不避嫌 包间里的气氛越来越尴尬 有人忍不住出声问他 如烟 他是 哦 小松现在是我的秘书 宋如成抿着嘴笑 秘书 以前的那些男人他都是玩玩就算了 这个竟然直接安排进了公司 他对宋如成 或者说 他对顾称 还真是用情之深啊 那我呢 跟他结婚五年的我 又算什么 柳如烟坐了不到十分钟 便起身要走 原本期待他出现的老同学们 看着他身边的那个男人 都默契的没有开口挽留 门被合上 有个人忽然道 你们知不知道 听说顾称死之前 是有人给那些债主透露了他的地址 所以他才被找到的 我手一抖 酒杯里的酒洒出了大半 与此同时 忘记拿包的柳如烟折返回来 听到这话脸色瞬间阴沉无比 五年前 顾称被债主追债 成天东藏西朵 他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我的 他跟我借钱被我拒绝了 再然后 就是第二天他被人发现 坠亡在一处废弃大楼下 死的时候 浑身伤痕 显然是被灵略致死的 柳如烟知道这件事后 崩溃的大哭 尤其是当他从警方那里得知 顾称死之前求助过我 但被我拒绝以后 他直接恨上了我 他认为 是我间接害死了顾称 所以这些年 他用冷暴力 在外头找了一个又一个男人来报复我 我越痛苦 他越解气 却症癌症的时候 我甚至赌气般的想 等我死了 柳如烟终于能满意了吧 他大概会说 死得好 死得活该 柳如烟跟我回了家 把家里能砸的东西 统统的砸了个细碎 周则 是不是你 是你把顾称的行踪告诉了那些人 他只给你打了电话 就算我心里还记着他 可我也只是给我跟他的过去 留一点回忆罢了 我都已经嫁给你了 你还要怎么样 柳如烟歇斯底里的对着我大喊 好像我才是那个 亲手杀死顾称的凶手 我看着满地狼藉 一件件全部都是 我为了这个家精心置办的 可柳如烟没有一点犹豫 不管多贵重的 拿起来就咋 也对 对他来说 这里可能从来都不算个家 我淡淡到 即便他是个赌徒 即便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被他一次次的欺骗 你闭嘴 柳如烟气得发抖 他很久没在我面前这么激动啊 他恶狠狠的瞪着我 眼神中催着恶毒 你是不是以为他死了 你就赢了 我告诉你 不可能 你我今天的局面 都是你应得的报应 说爸 他夺门而出 第二天柳如烟爸妈来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一幅 犹如飓风过境的凌乱场面 他爸气得浑身发抖 是如烟对不对 我没说话 看我默认 他爸对着他妈道 现在就给那个死丫头打电话 让他立刻 马上滚回来 我想劝他说没必要 柳如烟自从当上了总裁 越发有理由不回家 不接我电话了 我包容过 理解过 质疑过 吵闹过 最后 只剩下了麻木和无所谓 正要开口 喉咙忽然痒得要命 我忍不住剧烈的咳嗽起来 他爸妈又是给我拍背 又是帮我倒热水 我咳得蜷缩在沙发里直不起腰 柳如烟他妈红了眼眶 小泽 都是如烟的错 我们做父母的也难辞其咎 妈 嗨嗨 你别这么说 嗨嗨 他爸也说 小泽 这几年委屈你了 我跟他妈也没想到 如烟结婚后会变成这个样子 早知道 当初就不应该 爸 我打断他的话 嗨嗨 当初是我自愿娶如烟 到现在我也不后悔 咱们说好的 那件事永远瞒着如烟 否则我们当初所有的努力 以及我这些年的忍耐 就都白费了 好半上 他爸悠悠的叹气 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 小泽 你跟如烟离婚吧 我一惊 我这个女儿 是个眼下心芒的 你不用有任何负担 你对她已经人之意尽 将来 无论她是什么造化 那都是她自己的选择 他妈眼泪掉得更凶 却也跟着点头 阿泽 你的人生又有几个五年可以浪费呢 和如烟把婚离了 去找个更适合你的人 好好地过日子 重新开始 终究是我们家对不起你 我苦笑 诊断书依旧在口袋里藏着 指腹暗在指尖处 微微地有点痛 现在的我哪里还有机会 重新开始呢 三个人奇奇地陷入了沉默 那是一段 谁都不愿意再想起的黑暗记忆 五年前 顾称为了钱 把刚刚跟我订婚的柳如烟 骗到了她的住所 丧心病狂的她 给她下了超大剂量的迷药 然后让不同的男人 轮流欺负了她 柳如烟醒来后大受刺激 精神几乎失常 数次自杀 一个从小品学兼优 获奖无数 在艺术创作上极有天赋 才刚刚硕士毕业的新星 因为一个人渣即将陨落 她的爸妈快要哭死过去 最后我们不得不找了 国内最好的心理医生和催眠师 花费了极大的努力 成功地让柳如烟忘记了 被欺负的那段可怕记忆 可相应的 她也忘记了 顾琛骗她出去给她下药这件事 在她心里 顾琛依旧是那个 她即便结了婚嫁的人 还是会在心底珍藏的白月光 事后 我依旧按照婚约娶了她 我对着她爸妈保证 会保护她一辈子 为了不刺激柳如烟 我们不得不放弃起诉顾琛 我费尽心思地找人做局 让顾琛在赌桌上签下巨款 等到她走投无路 我故意让那些人找到了她 最终如我所愿 她死得很惨 但是 就算她死一万次 都不足以谢罪 刘如烟她妈打通了电话 接电话的确实送如成 伯母 刘总正在开会 不方便接电话 我是她的新秘书 有什么事您跟我说也是一样的 刘如烟她妈挂了电话嘀咕 如烟什么时候换了个男秘书 我没有多嘴 说了又怎么样了 不过是土惹他们生气罢了 而且 我都快死了 还有什么不甘心呢 公司新品发布会安排在月底 我其实不想去 从拿到确诊书那天开始 我就没去公司了 刚好 也不用天天看到宋如成 那张讨厌的脸 公司同事劝我 周总 这次公司还邀请了很多 您之前维护的客户 您不出席的话 不太好呢 是啊 作为元老 很多大客户 一直都是我一次次的 应酬里拿下的 我沉默了一会儿 说好吧 就当我为柳如烟 为我们一起奋斗过的事业 再做最后一件事 柳如烟果然还是带着宋如成 他苟障人士般的冲锅挑眉 周总 又见面了 我还没说什么 柳如烟叫走了宋如成 走 我带你去认识认识人 我强打着精神 跟老朋友们寒暄了几句 便走到角落喝闷酒 对 我爸有病 非要把我带过来 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小姑娘 坐在我身侧 拿着电话吐槽 我没怎么关注她 接着喝我的酒 大叔 这两种酒不能混着喝 你不知道呀 小姑娘挂了电话 忽然对我大声地问道 哦 我知道啊 然后我又给自己挂了一杯 小姑娘撇了撇嘴 给了我一个白眼 准备走的时候 我喊住她 小妹妹 我很好吗 干嘛叫我大叔 跟宋如成这种货色比起来 我是大一些 但那是成熟好吧 小姑娘转身 对上我郁闷的眼神 觉得有些好笑 你一个大男人 真在乎年龄干嘛呀 这时宋如成过来了 一张嘴就喷愤 刘总忙着招呼客人 你一个人躲起来干什么 瞧你现在 嘖嘖嘖 怎么跟着丧家之犬一样 嗨 我有些微醺 宋如成的五官在我眼里 开始扭曲放大 让人恨不得想给他撕烂 滚开 别碍眼 周总 我知道刘总提拔我做秘书 你不开心 可是刘总他就是喜欢我 我也没有办法 看我不理他 他继续犯贱 周总也知道自己碍眼了 我如果是你 根本就不会来 免得丢人现眼 妈的 这到底是哪来的苍蝇 我握紧拳头 只是还没出手的时候 旁边的人心忍不住了 喂 这种地方你一个牛郎 怎么溜进来的 噗 我差点笑喷了 还真别说 宋如成这个小白脸 身上气质还真像个牛郎 怎么说话的 老子是启强集团刘总的秘书 不是什么牛郎 你才是牛郎 你全家都是牛郎 小姑娘插着腰丝毫不处 得了吧 谁信你的鬼话 听说刘总是个很厉害的人物 品位也是一流 会找你这种人做秘书 除非他瞎了眼 我一挑眉 忍不住去看这个小姑娘 古灵精怪的大眼睛 小霞又叼完 真是句句都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柳如烟 他可不就是瞎了眼吗 宋如成差点气疯 指着小姑娘嘴唇哆嗦 我看你才是混进来蹭吃蹭喝的吧 保安 保安 把人给我赶出去 他说着就要上来拉着那姑娘 我把酒杯一放 站起身挡住了他 把你脏手拿开 宋如成生生地比我矮了大半个头 人又瘦 在我面前就像个营养不良的机材 要不是这张脸 我都要怀疑柳如烟是不是脑子被门紧了 才会看上这种货色 两名保安立刻出现 动静不小 会场内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我们这杯吸引了 柳如烟穿过人群 漫不经心地看了我一眼 随即对宋如成揉声道 发生什么了 宋如成咬着下唇 正欲告状 爸 这个男的刚刚骂你是牛郎 众人轰然一声 人群最前面 海胜集团的董事长一脸茫然 小姑娘跳过去 亲热地挽住他胳膊 爸 就是这个小白脸 骂你是牛郎啊 还要把我赶出去 说我是来蹭吃蹭喝的 小姑娘用手指我 她也听见了 她是正人 宋如成哪能想到 自己刚刚得罪的 竟然是海胜的千金小姐 煞时间脸白如指 柳如烟笑得不太自然 徐董 这里头肯定有误会 保安都叫过来了 还能有什么误会啊 要不是这位周总 我现在就被人扔出去啊 宋如成急了 不是的 是他先说我是牛郎的 我猜 后半截话 被柳如烟一个眼神制止了 柳如烟烟热落地走上前 道 我这个秘书年纪还小 年轻孩子之间半个嘴 不是什么大事 这样吧 不管对错 都让他给许小姐道个歉 他命令宋如成 宋如成一脸委屈 却不敢不听 不情不愿地开口 许小姐 刚刚是我不对 你大人有大量 别怪罪我 许大小姐给了他一个白眼 气得宋如成差点又跳脚 海胜的徐董终于开口了 珊珊 得饶人处且饶人 柳如烟脸上的笑 就有点挂不住了 到底是老江湖 徐董这话 明着在说自己的女儿 实际却是在给女儿撑腰 就是你刘总的人 欺负了我女儿 道歉那也是应该的 别在这儿做出一副 胜对着干 让徐董看笑话了 好了好了 没事了 人群散开以后 柳如烟黑着脸 让宋如成先离开 宋如成都差点哭了 他柳如烟本想带着宋如成 给宋如成扑扑路 结果事与愿违 直接丢了的大脸 许珊珊还没走 错过来开始跟我巴巴巴 我看出来了 你喜欢他的刘总 刘总喜欢小白脸 所以你只能喝闷酒 小白脸很得意 就来嘲讽你挖苦你 不过刘总不是早就结婚了吗 你们一个个的 至于吗 刘总他老公还真是可怜啊 我看你还是死心吧 我看出来了 刘总他对你不但不喜欢 甚至可以说得上是有点讨厌 我喝酒的动作一停 我嘴硬 小孩子 别乱说 他不乐意了 正要反驳的时候 我说 有没有可能 我就是刘总那个可怜的老公 啊 徐珊珊呆了 晚上柳如烟没回家 他的小情人今天受了委屈 可能是安抚去了吧 我待在空荡荡的屋子里 整个人被前所未有的孤独感笼罩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得了绝症 最近自己越来越容易感伤了 昏昏沉沉的躺着 胃里又开始脚痛 柳如烟给我来了的电话 语气不善 你有什么不满冲着我来 如成他年纪小 你针对他干什么 我没说话 他不满地提高音量 周则 没死就说话 跟我保证以后不会找如成的麻烦 否则我 柳如烟 我们离婚吧 对面骤然安静 我捏着手机 微微的松了口气 原来这话 说出来一点也不难嘛 我听到电话头有送如成怯怯的喊声 小燕姐 似乎是回过了神 柳如烟突然笑了下 行啊 这可是你说的 周则 别跟我玩什么欲情故动的把戏 你不配 明天我就让律师起草离婚协议 婚内财产 放心 我不会跟你争 我只拿属于我的那一部分 周则 柳如烟似乎咬着牙 不妨告诉你 我已经在让人调查 顾称当年死亡的真相了 等我找到你害死他的直接证据 就算离了婚 我还是不会放过你 电话里传来一阵阵盲音 我猛地坐起来 这事严重了 也有如烟今时今日的能力和财力 恐怕真的会查出 我当初费尽心思的 要让他忘记的一切 想了半天 我还是把这事打电话 告诉了他爸妈 他妈顿时急地坐不住了 小则 这可怎么办啊 当初医生可是说了 不能让他受刺激 否则他想起来 咱们的努力就白费了 我想了想 顾称都死了好几年了 那件事的痕迹 我已经尽量地都抹掉了 其实如烟不一定能查到的 小则 话虽然这么说 但是万一 爸 妈 我 尽量地去劝劝他 说到底 柳如烟做这些不就是要报复我吗 他认定是我害死了顾称 想要的 不就是我给他的白月光肠命吗 反正我马上就要死了 他很快就能得偿所愿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了公司 公司的人看到我都毕恭毕敬 除了一个人送如成 他西装革履 人母狗样 拿着一杯咖啡 还真有些都市精英的法 他毫不掩饰眼中的敌意 你来干什么 我沉声道 就算你是刘总的秘书 但是也别忘了 我是这公司的周总 虽然没人敢当面说什么 但我能感觉到背后有 无数双吃瓜的目光和竖起的耳朵 宋如成脸色变了变 终究不敢在公司其他人面前 对我太过于放肆 我不再看他 静止地走进总裁办公室 宋如成急忙跟在我身后 哎 就算你名义上是刘总老公 也不能不敲门吧 柳如烟正在喝药 看到我进来赶紧把东西往桌子底下收 像是有种干坏事被抓包的感觉 我只瞄到叶酸两个字 柳如烟喝这个干什么 我压下心里的狐疑 淡淡道 说吧 到底要我怎么样 你才能解气 柳如烟先是一正 随即嗤笑起来 周则 你这是什么语气 又是什么态度 你觉得自己有资格来质问我吗 我深吸一口气 我知道 你对我怨恨很深 所以我觉得不如大家痛快点敞开了说 也免得你为了刺激我 折磨我 什么阿猫阿狗都往身边带 你自己不觉得恶心吗 说这话时 宋如成正好进来了 他脸上顿时闪过几分怒意 柳如烟委屈巴巴 小燕姐 柳如烟招手示意宋如成过去 宋如成小跑两步 拉着柳如烟的手 像个胜利者一样得意洋洋的看我 周总 你还不知道吧 上周柳总刚刚送了我一套滑大的房子 还有一辆帕拉梅拉哦 我皱眉 结婚前我跟柳如烟开玩笑 说等他创业成功当上了总裁 我等着他丢我车 就买帕拉梅拉 开出去就说是我老婆买丢我的 多有面子 对面两个人却以为我是在心疼钱 柳如烟道 别跟我说什么夫妻共同财产这种屁话 我的钱 我想给谁花就给谁花 钱 我突然觉得很可笑 我周则什么时候计较过这些身外之物 所以柳如烟故意给别的男人花钱 然后就以为 我会愤怒 会发狂 他不知道 一个早就死心的人 是不可能介意这些事的 唯一让我不甘的 是他始终对顾琛念念不忘 让我的隐忍付出向着天大的笑话 没关系 我今天来 不是找这位软饭提身男的麻烦的 我就想知道 是不是只有我死了 你就满意了 柳如烟几乎是立刻 十分肯定地回答我 是 然后是做好了心理准备 心脏还是不可避免地被狠狠一击 胃疼的频率越发高了 我强忍着不是 好 我承认 顾琛的死的确跟我有关 柳如烟瞳孔一缩 猛地起身 他声音有些发抖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我指示他 柳如烟 你不必费心了 顾琛的死 跟我有脱不了的担心 顾琛那通电话打给了我 我骗他说 我会带着钱去找他 他傻乎乎地把地址给了我 而我呢 转头就把这个地址 给了那些放高利贷的人 哈哈 只怕顾琛到死的时候 都以为 我会带着钱拘救他呢 柳如烟身子发抖 胸膛剧烈的起伏 眼中迸发出巨大的恨意 果然是你 果然是你 贱人 你这个贱人 他的声音淒厉又愤怒 吓得旁边的宋如成 不自觉地后退了两步 周则 该死的是你 你怎么不拒死 他抄起桌上的东西 胡乱地向我扔过来 宋如成赶紧劝他 小燕姐 别这么生气 当心肚里的孩子 孩子 我浑身一阵 不可置信地 看向柳如烟的肚子 看我失神 柳如烟似乎觉得痛快得很 他抬着下巴 一字一句道 对 我怀孕了 孩子当然不是你的 你不是极度孤称吗 不是恨他吗 我偏要生一个像他的孩子 孩子我会让他幸苦 你又能怎么样呢 周则 我真替你感到悲哀 胸口气息翻涌 头脑一阵阵地发晕 忽然我眼前一黑 忍不住跌坐在地 柳如烟 你怎么敢的 这些年他误会我迁怒我 我忍了 可我想不到 他竟然能狠心举行到这个地步 彻底地晕过去之前 我听到宋如成接了的电话 小燕姐 一定是私家侦探有眉目了 你快听听 他还特意开了免提 宋先生 我们查到了一些新的东西 那个顾称之所以会被人设计 是因为他曾经为了钱 不惜给自己的前女友下药 然后找人实施迷奸 事后那个受害人的未婚夫 他 我做了个冗长凌乱的梦 梦里是在医院 柳如烟又要自杀 我死死地抱着他 被他一口咬住了手臂 紧接着梦境又变成了校园 扎着长马尾 满脸青涩的柳如烟 把一封情书递给了我 千叮咛万嘱咐 让我务必交到顾称手中 然后又是婚礼上 柳如烟面如死灰 护换戒指的时候 他冷冷道 周则 我恨你 再然后 哭哭啼啼的柳如烟来找我 说他和顾称分手了 我抱着他安慰 别伤心 你还有我呢 最后 我梦到大着肚子的柳如烟 带着诡异的笑看我 身旁的人不知道是宋如成 还是顾称 我猛的惊醒 柳如烟爸妈看到了 都尝出一口气 小泽 你昏迷了三天 你知道吗 快吓死我们了 随后他妈又哭了起来 你这孩子 身体出了问题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这家医院有你的病例 你 看来 我未来晚期的事 还是被知道了 我艰难的扯出一个笑 妈 没事 我都不难过 你们也别难过了 他爸说不出一个字 背着我偷偷的抹泪 我忽然想到了什么 紧张起来 爸 妈 如烟找的人好像已经查到了 他爸拍拍我的手 表情分不清是嘲讽还是什么 小泽 他已经都知道了 他不是要真相吗 现在如愿以偿了 那 他没事 现在的他已经不是当初 那个受不了刺激的小姑娘了 你别管他了 自己安心的养病才是正事 你听我的 咱们一定要积极配合治疗 不管花 门外忽然响起一阵嘈杂声 柳如烟在怒吼 你们算什么治病救人的医生 癌症怎么了 我告诉你们 我不在乎钱 只要能把病看好 多少钱我都可以出 他爸对他妈适宜 快把他拉进来 别在外头丢人现眼了 柳如烟先是冲进来的 离我鸡明远的时候 又猛地停住了脚步 小泽 我跟你妈先出去给你买点吃的 随后他瞪了一眼柳如烟 又对我道 虽然她是我女儿 但是无论你做任何决定 我跟你妈都站在你这边 二老出去以后 柳如烟小声地叫我 阿泽 他有多久没这么叫过我了 可能从顾身死后就没有了吧 我静静地看着他 修正道 刘总 我们马上就要离婚了 您千万别这样叫我 会让我感觉有点恶心 柳如烟眼圈顿是红了 他好像没休息好 面容异常憔悴 此刻满脸后悔和心疼地看着我 不 阿泽 你别对我这么冷漠好吗 是我错了 我错了 所有的事情我都知道了 我 我 他一边哭一边向我道歉 我始终不为所动 他急了 扑过来抓住我的手 求求你 别这样好吗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真的知道了 阿泽 以后我会好好地对你 我再也不故意气你了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他的触碰让我起了层鸡皮疙瘩 我赶紧把手抽出来 根根骨节突出 我什么时候报受了这么多 我单单道 刘总 你觉得 我还有时间跟你重新开始吗 柳如烟摇着头 眼泪大滴大滴地往下掉 一定可以的 阿泽 我可以带你去国外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我都会陪着你 把病看好 你忘了 结婚的时候 你说会保护我一辈子的呀 我只觉得一阵恶心 说出的话也不留情面 你陪着我 宋如成怎么办 你俩的孩子怎么办 柳如烟像是被猛地击中 脸色瞬间白得可怕 柳如烟直接消失了几天 我自然也不在意她去了哪里 任由柳如烟爸妈如何劝说 我坚持办理要出院 我可不想生命的最后时间 是在痛苦的化疗中度过 出院那天 碰到了许珊珊 她听到了我们的对话 大眼睛里龙上一层落寞 大说 你 我冲她笑了笑 像长辈交代一言一样 让她好好地跟着她爸学做生意 以及保重身体 暗示吃饭 我回家的第二天 柳如烟回来了 她脸色蜡黄 看上去精神很差 她悠悠地开口 阿泽 那个孩子 我留掉了 我冲耳不闻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那又不是我的孩子 我跟宋如成断了 她现在也不再是我的秘书 我笑了 她和顾琛那么像 你真舍得吗 柳如烟急忙跟我保证 阿泽 我发誓 这是真的 宋如成那张惹人闲的面孔 出现在脑子里 我不满道 那又怎么样 人家收了你那么多礼物 还有一套房和一辆车呢 不亏哦 柳如烟听我这么说 忙道 你要是不高兴 我可以想办法全部追回 她一改从前冷漠的态度 第三下四地开始讨好我 我却一阵反胃 身上越来越痛 让我开始喜怒无常 积攒数年的委屈和愿意 忽然都涌上来 我嘲讽道 这些年 你给这个男人送东西 给那个男人送东西 给我送过什么吗 他脸上是悔意和尴尬 然后人就出去了 晚饭的时候 柳如烟回来了 上百件奢侈品被他买回了家 客厅里摆得满满的 阿泽 过去我欠你的 我都补偿给你 行车我也给你提了 就在楼下 我带你去看看好不好 我一脚踢开H家的一套碗店 道 要不还是都砸了吧 就像你那天一样 柳如烟脸上讨好的笑 立刻都收了起来 这几天 柳如烟每天都在家陪着我 他总是见缝插针的 跟我讲我俩曾经的事 试图用旧情和回忆打动我 阿泽 你还记不记得 你说你的梦想是当宇航员 当时我还笑你呢 因为你恐高 我恐高 我当然记得了 所以柳如烟能想出 带我去蹦极这种办法来折磨我 那次是他的生日 他要求我必须陪他去蹦极 我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 陪他站在了台子上 坠落的前一刻 我已经开始心跳加速 呼吸不畅 我怂了 我说我没办法做到 柳如烟不屑地看着我 凑到我耳边说 顾身的胆子就不会这么小 他能陪我做的 你永远做不到 柳如烟似乎也突然想起了这件事 他略微尴尬地轻壳一声 相应地转换话题 阿泽 我打听过了 A是最近有位非常权威的 医学界大佬来开会 我们可以找他 我打断他 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在我面前提醒我 我快要死了 对不起 对了 离婚协议你那边已经弄好了吧 我们尽快地去把婚礼了 柳如烟吓了一跳 我不 阿泽 我不要离婚 我求你了 不要再提离婚的事 你现在需要人照顾 我不能离开你 柳如烟的电话响了起来 他看了一眼 烦躁地挂断 柳总 对小情人这么绝情 不太好吧 咱俩离了 正好他上位 柳如烟当我的面 拉黑了宋如成的电话 受伤又哀求地看我 阿泽 到底要我怎么做 你才能原谅我 我没回答 我想 是没办法原谅的吧 柳如烟坚持不肯跟我办离婚手续 我琢磨着 死之前干脆到处走走看看 这几年忙着公司的事 忙着和柳如烟耗费心神 好像一刻都没放松下来过 柳如烟看我突然在收拾行李 开始自作多情 你想出去旅行 也好 反正公司那头的事 我暂时都推掉了 我来买机票订酒店 你什么都别管 让我想想 去北边 不好 现在去可能太冷了 南边 不好 又有些热 干脆出国吧 顺便我们可以 全程都是他在说 我一句都没接 这时候门铃响了 我起身去开门 许珊珊站在门口 热情洋溢的大喊 大叔 你快点吧 司机都等好久了 我点头 我再装条秋裤就好了 是的 我和许珊珊约好了 她听说我想回老家住几天 又听我说老家有很多可玩的东西 就兴奋的嚷嚷着 也要跟我去玩一玩 小姑娘的热情 让人招架不住 我无奈的同意了 柳如烟看到许珊珊面色大变 不顾形象的大喊起来 不行 你是她什么人啊 你就跟她一起去 小姑娘家家的要点脸吧 我不悦 正要开口 没想到许珊珊毫不示弱 刘总 我把周泽当我大哥 我出去玩我爸爸也知道的 还有我家的司机跟着 我们之间 清清白白 请你思想和嘴巴都放干净一点 柳如烟什么时候被人这么抢过 当场黑了脸 可许珊珊是什么人 海胜集团大小姐 根本不出她 又是一击暴击 不是所有的异形之间 都像你跟你那个秘书一样好吗 对了 我刚刚来的时候 好像在楼下看到她了 一定是在等你吧 嘖嘖嘖 柳如烟一听宋如成这三个字 气得发狠 我拉着箱子绕过了她 宋如成果然就在楼下 身后是那辆帕拉梅拉 她看到我 不服输地抬起下巴 眼里射出恨意 她的嘴还是很贱 周总要出门啊 怎么连车都不开 还要蹭别人的车 哦我忘了 周总已经病入膏肓 时日无多了呢 我停住脚步 忽然转头问许珊珊 遇到绿茶怎么办 许珊珊会议 还能怎么办 打了 不行啊 打人是不对的 那就砸车吧 我看她停宝贝那辆破车的 我失笑 也就许珊珊才敢说 这是辆破车 许珊珊是一司机 从车上拿来两根高尔夫球杆 我俩人手一根 气势汹汹地向宋如成走过去 她慌了 你们要干什么 打人犯法我告诉你们 我报警了 这里有摄像头的 哎哎哎 哐哐几声巨响 啪拉梅拉的车玻璃碎了 宋如成气得大叫 敲掉了她的手机 手机框当摔地上 也砸了得稀巴烂 宋如成急眼了 面目猙獰的冲过来 要跟我干仗 我就算病痛缠身 也不是小鸡仔身材的宋如成 能打得过的 更何况我还有武器在手 我一杆子抽她腹部 痛得她当场蜷缩在地上 我对着看热闹的邻居解释 大家看到了 是这个人要先来打我的 我只是正当防卫 许珊珊砸车砸得正痛快 立刻附和我 这个男的就是个小三 软饭男 调戏 勾引别人老婆 现在还敢上门挑衅 大家说该不该打 我靠 我就说年纪轻轻的 怎么开得起这么好的车 妈的 小三都该死了 老娘最恨的就是小三 该 这种人打死也不冤 教训完宋如成 我心里觉得畅快了不少 但是全身痛得厉害 终究还是没撑住 又倒了下去 我听到医生说 什么时间不多 只能用正痛药物 尽量满足病人心愿之类的话 许珊珊眼睛哭得红红的 柳如烟赶来的时候 他本来拦着不让劲 我制止了 柳如烟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 事到如今 我只有最后一个心愿 阿泽你说 不管是什么 我都帮你办到 离婚 他一惊 随即眼泪像绝地的水 再也止不住 许珊珊恨恨恨到 早干嘛去了 现在才来装身情 要我说 你其实根本就没爱过周泽哥 现在也不过是愧疚心作祟 既然这样 放过他不行吗 他又不欠你的 我闭上眼 果然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我对柳如烟的感情 早就在五年的婚姻中 消磨殆尽 而他 自始至终 并没有爱过我罢了 柳如烟终于同意了和我离婚 我俩直接诉讼离婚 无序冷静期 用最快的方式解除了婚姻关系 离婚那天 他整个人失魂落魄 他爸妈跟他说了许多话 也骂了他很多 他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许珊珊帮我找了个 山清水秀的高级疗养院 不轻易接待访客的那种 我听说 宋如诚本来找了律师 想起诉我俩故意人身伤害 以及破坏他人财物 但是又不了了之 因为柳如烟也找了他麻烦 柳如烟更狠 不但找律师收回了 曾经送给宋如诚的所有东西 还能到达一耙 反而让宋如诚最后还欠了他几百万 许珊珊把这些消息带给我 希望我能开心起来 柳如烟几乎每天都来 但是进不来 他真相的苍蝇 怎么敢都赶不走 嗨 随他便吧 我躺在摇衣里晒着太阳 困一点点的清洗全身 我缓缓地闭上眼 柳如烟 来生 大家不必再见